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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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五講 今天這支影片有一位特別來賓 現在歡迎我們特別來賓出場 嗨 我是Yu 那我們倆是認識15年一起追三家之九的老朋友 我們是在網路上認識的 然後就一直因為山下只有聯絡到現在 那這一次呢 Yu是來到我在日本的家 那為什麼Yu要來日本的家呢? 因為我們要去看山下只有演唱會 對 這山下只有的周邊我也有買毛巾 因為山下只有這一次是睽違好幾年的個人演唱會 我們那時候看到就講說 我們一定要去 所以Yu這一次就是先來我家住 然後明天我們要在一起去明谷屋 跟我們另外一位朋友會合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們Yu帶了什麼 其實我們Yu真的很厲害 大家看他這個手作的山子真的超猛的 它可以可拆式的 所以如果要去別人的演唱會 還可以換成別人的名字 對 然後背面就會寫台灣 登登 我也是每次去看演唱會我都會寫台灣 就覺得是國外的感覺 就比較說不定會被注意到 對 而且因為這次是粉紅色的主題 所以我們就是也要粉紅色 他這次還未來看山下只有特別做的這個粉色指甲 超級可愛的 欸你真的很適合當手模 你手好漂亮 然後我們這裡還有一些其他周邊 那因為畢竟我就住在這裡的關係 我帶的東西就比較少 我有一些東西還沒放進來 因為明天早上還要化妝 化妝品跟保養品我之後再放 然後我有帶換洗的衣物 還有一些其他東西放在Yu那裡 然後 等等我這次還有帶 這個是Asahi的膠原蛋白粉 叫做 Perfecto Asta Collagen Premia Richie 這個是要給Yu還有我另外一位朋友吃的 這真的是 帶了滿滿的膠原蛋白給大家吃 然後還有我的電腦這些東西 其實我真的帶很少啊 就是想說輕便就好 可是我們的Yu真的超級厲害 帶超多東西的 這個是三下之九這一次周邊的購物帶 然後這一次都是先寄到我家這裡 然後再讓他們一起帶回去 那明天就讓大家跟我們一起去明谷屋 走吧 好大家現在吃在明谷屋的第一餐 第一餐就是要吃明谷屋 非常有名的味噌豬排 那這家店的叫做亞巴通 我現在在台灣的時候有吃過幾次 可是沒有吃過日本的店家 現在就來吃吃看 我們現在吃完他們讓我們抽籤 不知道抽這是什麼東西 可以拿到他們限定的禮物 哇這個娛樂性還滿加分的 哇這個好可愛喔 大家如果來的話可以來抽抽看 我是一個柳橙枝 我朋友是柳橙枝跟無邁一波 嗨大家現在我們已經回到房間了 現在房間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我懷孕的關係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就是躺在房間裡面 我們這一次住的是三人房 開箱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我們的床是像這樣子的上下鋪 整個房間就是只有這樣 噔噔 是不是真的很小 但是就很有那種和素的感覺啊 我們剛才check in之後呢 櫃檯也有送我們面膜 這樣晚上大家就可以一起來敷一下 那等一下我會在房間睡覺 然後等他們要去吃晚餐 他們就會找我一起出去 乾杯 Yeah 好 大家早安 那今天我們就要去看CNC的演唱會 那其實我朋友昨天晚上已經先去了 那我是今天 他們就跟我講說 超級精彩 就我一定會哭爆 他們兩個昨天馬上回房間之後 就是一直在忍耐 不要告訴我 就是只能說以不爆雷的角度來說 他很用心 然後我們從第三首哭到中間 因為我就是一個我朋友知道 我感情非常非常豐富 非常愛哭的人 所以我朋友他就幫我準備了 這樣一整幫衛生紙叫我帶去哭 而且他們說就是旁邊的粉絲 大家全部都在哭耶 因為我們都買毛巾 所以我們就把毛巾掛在脖子上 然後後來就覺得這是買對 難怪他要賣毛巾 就是一直擦眼淚一直擦眼淚 在日本看演唱會就是不會有 像台灣有翻譯嘛 所以你可以靠自己聽得懂他 整個跟大家的互動跟在講什麼 會覺得很感人 還好自己有學日文 對 因為我們就是真的一起追了十幾年 以前還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真的都要靠翻譯 可是現在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住在日本嘛 然後就平常就接觸日文 就已經發現是沒有障礙的那種感覺 就會很真實的感覺到自己的那個成長 完了 我覺得我今天也會苦飽 你還是想哭 對 我就是我已經覺得很想哭 對 我就是我已經覺得很想哭 那我自己本身每天都有喝膠原蛋白的習慣 那自從生下肢 我決定要開演唱會之後呢 我就喝得更勤奮了 因為當然就是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他們也都是有在喝 我之前影片也有拍到我每天攝取的保健食品櫃 就是Asahi的膠原蛋白呢 也就放在那裡 但後來因為我發現懷孕之後 我就沒有再持續喝 就剩下我朋友在喝而已 而這幾天 為了讓生下肢有看到最可愛的我們 我也有帶來給我朋友喝 而且我還帶兩包 因為他們有兩個人 就一人一包這樣 那我們喝了這一款 叫做Asahi的 Perfecto Asta Collagen Premier Litsche 它這個是新包裝喔 它這個新包裝非常非常的閃 就整個金光閃閃的 看起來很奢華的感覺 我上次來日本的時候 我有朋友親我幫他代購這一個 真的假的 有啊 那這樣一包差不多可以喝一個月 裡面含有16種美容系成分 那這個封口的部分呢 是可以打開的 要喝的時候再把它打開就好 因為它是粉末型的膠原蛋白 可以加入一般飲料或是食物混合使用 我之前自己習慣 Y1匙加在軟性飲料或果汁裡面 像蘋果汁、柳橙汁 尤其是我自己也有喝酵素的習慣 所以我也會把它加在酵素裡面 早上一杯加肉乳裡面 一起喝掉也很方便 它不太會影響食物本身的味道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我可愛的朋友來了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喝這個膠原蛋白 這味道我也蠻喜歡的 其實蠻香的 就是有一種奶香味的感覺 對 我就特別喜歡這種味道 咦 完全就沒了 對啊 它溶解的速度其實還蠻快的 欸 大家來日本的時候 真的都可以去便宜商店 買他們的咖啡奧雷喝 我覺得日本的咖啡奧雷真的是很好喝 我本來就每天都喝 然後就沒想到 現在就要開演唱會了 對 就現在就有開演唱會 對我們來說真的是一件大事 因為真的是睽違超多年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 我們一定要美美的過去 而且他們都前幾天去做指甲 然後做頭髮 還接睫毛 對 我也要接睫毛 對 現在旁邊有一位在這邊捲頭髮 他就跑去接睫毛 我平常是早上都會喝 架到牛奶啊 或是咖啡 但如果真的有時候忘記了 因為睡前我都會習慣先喝一點水 我覺得就是加在水裡面喝 因為其實我覺得加進去 不會有像是吃藥啊 或是吃一些本末的感覺 完全不會有什麼覺得加了東西的感覺 而且它也不會解快 它溶解的速度還蠻快的 我是覺得蠻好喝的 我是覺得蠻好喝的 我像每天這樣喝 然後要來看演唱會 我昨天都覺得山下志 就好想有看到我 我覺得我跟那個雷射光差不多亮 沒有那個舞台燈光 沙子的小時候我才發光吧 你發什麼光 阿萨基這一款天價膠原蛋白 多達5500毫克 而且還是低分子膠原蛋白 很推薦大家來日本要裝店 把它帶回家喔 那購買的詳細資訊呢 我就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演唱會呢 是中午的時間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來吃早餐 來吃Kome Da Cafe 大家我們差不多排隊 排班有時 我們就親愛Kome Da了 然後我朋友剛才跟我說 他們的炸雞塊超好吃 所以我們就點了炸雞塊 而且我是這次來名古屋才知道 他們的早餐店很多 是點飲料 就有附麵包耶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剛才多點了一個炸蝦包 我點了一份炸蝦包 大家看它麵包超厚的 嗯 好吃 這蝦肉好實在喔 等到回中心之後 我要跟我人家去吃口味道 大家看它裡面吃得到整隻蝦子的 好吃 大家看這炸雞還在冒煙 哇你們看這個多汁的感覺 好吃耶 大家看這炸雞還在冒煙 大家看這炸雞還在冒煙 我們現在已經到會場了 這是我兩位可愛朋友的背影 我們現在要去上廁所 上完廁所就要準備入場了 耶我超開心超期待的 真的 請問昨天看過一場 今天要看第二場的人 現在是什麼心情 我們今天毛巾 昨天曬乾了 今天要擦眼淚 我就是超級爆炸期待 因為現在對我來說 是第一次 第一次 好大家 那我們現在已經看完演唱會回來了 耶 真的是超感動 而且我真的是哭爆耶 我也哭爆 真的 我第一天還是哭爆 因為它會有一些 比較懷念的歌 然後就是很感動 超級感動的 最喜歡一個是 他介紹Dancer的時候 唱的是一個舊歌 嗯 然後他在介紹Dancer的時候 他是讓Dancer去前面 然後他自己在後面 就是跳得很開心 就是他感覺很投入 很享受 然後那個主角 不是他本人 那個地方我覺得很可愛 我們那時候有在 預測的時候 有預測到那首歌會唱 然後他說不可能唱老歌 結果會唱了 我真的超開心 就是會感覺到他很用心 在編排這個演唱會 就是讓從以前就喜歡他的人 可以跟他一起回溯他的以前 真的很像時光機 就有很多畫面在頭腦裡面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然後會有一點混亂耶其實 因為他就是一直在 NC時間的時候跟大家說 就他真的很感謝大家 就是一直陪伴他這樣 就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雖然可能有人會覺得 聽起來很官方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 一路陪他走過來 就很打中我的心耶 然後我就再去看他的那些歌的歌詞 就是他是很常去 強調我們一起走過的路的 這種歌詞 我覺得除了感動之外 我好像講不出其他的詞了 追了至少18年了 我自己在當下看演唱會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們到現在都還在聯絡 都還在喜歡他 然後以前大家都是學生 就在台灣比較沒有經濟能力 然後現在大家都變成大人了 我們都有自己的工作 可以自己掌握金錢了 就是這樣子追了 我們可以撒錢了 我們現在都是大人了之後 就可以自己來日本開唱會 就不再只是像以前一樣很羨慕啊 還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以前真的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耶 對啊而且以前買周邊 還要在那邊想說 喔只能買這個跟那個 因為還會加代過費啊 對啊然後很貴 然後也很難買到 以前的時代 要一直想辦法找人幫忙 然後現在就是可以自己飛過來 然後也不用考慮就是喜歡 然後什麼就給他買下去 對 就覺得也很感謝自己的努力 我覺得這次的演唱會 因為現在他只有有說 他絕對他來說很像一個紀念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也是耶 就是感覺好深刻喔 他今天有說他 希望他之後可以帶我們一起 再去看更好的更棒的風景 然後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就大家一起先吃膠原蛋白 隨時準備好 大家一起融光混發被他看到 膠原蛋白真的還不錯 推薦大家來日本的話可以買一下 我真的還蠻推薦 而且他們兩個就說喝起來就沒有味道 我們那個膠原蛋白喝起來沒味道 我們還就是買什麼喝的都把它加進去耶 就想說要喝東西的時候就順便加一點加一點這樣子 但是聞起來是奶粉的味道 可是加進去之後就真的是沒有味道 而且如果你是喝什麼牛奶咖啡果汁 就是那種本身就有這個味道的東西 完全不會影響 會完全蓋掉 對會直接消失 有在追偶像演唱會的人可能會知道 他們結束之後會噴這個彩帶 大家看我們彩帶上面就有寫這次演唱會的名字 還有這次的場地 這真的是一個還蠻有收藏價值的東西 不知道看這支影片呢 有朋友也來看演唱會 有來看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以跟我們說你是不是也是哭爆的一員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之後呢如果剩下只有還有別的活動的話 我相信我這兩個朋友又會再團聚 在我的頻道跟大家見面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